我哥是个变态,经常趁我晚上睡着来我房间,他一边亲我,一边叫我宝贝,他发现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把我锁在了床上,他低哄道,乖,不会疼的。 我在校门口接过了别人递来的一封情书,上了我哥的车,他漫不经心问,这人你喜欢,我不置可否,还行吧,考试时候他给我抄了答案,我哥用纸节好看的手敲了敲方向盘,所以收下情书,是希望下次还给你抄,我把情书放进书包里,拍了拍,也不是,它长得好看,我哥依然不动声色地开车,良久,只是缓缓说道,刘妈给你拿错衬衣了, 我故意穿的我哥的衬衣,贴身穿着,有一种肌肤贴近的感觉,外面套着外套,但是我哥还是一眼就看出来,那宽大的衬衣是他的,我故作惊讶,那你还要吗,不要我帮你扔了,要,语气和缓,但是不容置疑,我和他之间,从来都是他在故意疏远我,喝的水杯,用的餐具,他都会一一分好,我哥有洁癖,我穿过的衬衣居然也要拿回去,吃饭的时候,我故意将阿姨做的咖喱鸡打, 衬衣上都是咖喱,很烫,不过我不在乎,我哥似乎被吓着了,拉着我到卫生间给我清理大腿上残留的贪汁,再用冰袋给我绑好冰敷,看着平时什么都镇定自若的厨演,手忙脚乱起来,我笑了出来,厨演把我收拾好,他垂眼看我,闷声说了句,烫伤了还笑,小疯子,我是疯了,每天早上,我哥去上班,我会疯, 我哥身边有女助理我会疯,甚至我哥躲着我抽烟,我也会疯,我把我哥的衬衣放在枕头底下,才能慢慢睡去,有我哥的气息,很安心,第二天,送我情书的男生退学了,因为被发现在考场上作弊,我趁下课给我哥打了电话,他很坦诚说是他做的, 我问为什么我没有被开除,我哥说,因为他给学校捐了一座图书馆,我只需要补考,我承认他装到了,而且,什么叫只需要补考,我哥有时候管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妈带着我嫁进了他们家,后爸经常对我们打骂,嫁得匆忙,没来得及签户口,也没来得及看清后爸到底是什么鬼德行,后来,我妈要改嫁,带着户口本直接就走了,他忘了带我,我就那么直直地站在路中间, 看着接我妈的车越来越远,我没有哭,只是在想,我是应该追着车跑,还是去附近的孤儿院,站了很久,我哥把我叫了回去,说他做好了饭,该回家吃饭了,后爸是个人渣,我哥不是,他带着我逃出了家,跟我说,以后都做饭给我吃,他是个骗子,明明都忙到没时间做饭,以前不管多晚,我都会等他一起吃晚饭,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后来他生意越来越忙, 我闻到他身上的女人香水味,看到他脖子上的红痕,我把屋里砸了个遍,砸完之后,第二天去上了学,后来不管多晚,他回来都是清爽干净的,在外面洗澡很容易,只是他宁愿在外面洗澡,都不愿意回来跟我解释,或许成年人之间的爱欲,本来就不需要解释,我对酒吧起了好奇, 我给刚打完篮球的后桌同学递了纸条,下课一起去酒吧嘛,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是我们专业的学生,不过我们班的课他都会来上,而且每次都坐在我后面一排的座位上,后桌同学挑着眉点了点头,他告诉我,他叫周琪,我也想做一个自我介绍,他笑着说,不用,关于你,我基本上都知道。 事发突然,我和周琪刚到酒吧门口,就被拦下了,周琪被他爸带了回去,周琪他爸的车旁边的一辆就是我哥的宾利,我哥从上到下扫了我一眼,把他的西装外套扔了过来,穿上,他的眼神黑沉刻布,说实话,我很少见他这样的神色,他走过来,手插兜里,想完,我点头,我早都成年了,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心虚,我也不是害怕他,好吧,我承认我有点怕他, 他生气,他拽着我的手进了酒吧,里面很黑,我还没适应灯光,就被我哥带到一个卡座,他扬了扬眉,双手搭在卡座上,想看就看吧,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老板,这位小姐喝点什么,我说怎么刚到酒吧门口就被逮住了,原来这家酒吧是厨眼开的,怪不得,怪不得他经常不回家,原来他在这里包场了啊,我抢先到,我要威士忌,最烈的那种,最后,服务员给了我一杯 我哥沉着脸,看我,我还是喝了下去,卡座很宽,我想挨着我哥近一点,可是我刚挪过去,他就不着痕迹地给我拿了一盘水果,我们之间的距离又变远了,我有些生气,扯下他的西装外套,露出里面的小吊带,准备到午时中去,我怀疑我被我哥下药了,刚起身,就觉得一阵眩晕,眼看我要栽在果盘里了,我哥接住了我, 一叫起来,我立马往厨远卧室跑,没有人,我心下一惊,他真的生气不要我了,我跑下楼,喊刘妈,刘妈不在,厨远穿着家居服,阳光打下来,他脸上线条柔和,好看得紧,他协议在厨房门边打蛋,换身衣服,面条马上好了,我看着他,确认不是做梦后,上楼换了衣服,厨远很忙,我已经记不清 上一次吃他做的饭,是什么时候了,他将面条放在我面前,吃吧,他解下围裙,上楼换了一身西装,下楼看到我,拧了拧眉毛,怎么没动,出眼,西装笔挺,好看得令人发指,他那双眼睛,看什么都含着情,我最讨厌他这样看着别人,我想让他含着情欲,看着我,哥,下周是期末周,我不想挂科,你晚上能回来给我补课吗?他笑着揉了揉我的头,道,瞧瞧,懂事了, 晚上我早点回家,对了,在学校乖一点,他最后一句话,带了些严肃和警告意味,刚过半天,出眼就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我在学校和同学互殴,看得出来他很急,额头上隐隐渗着细汗,看见我,他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又把我转过身看了看,确定没什么事之后,再沉着脸问辅导员,怎么回事? 辅导员本来是在严厉地教育我和为首的一个女生,看见厨演过来后,居然变得有些,结巴,陈乔和赵燕燕在卫生间打起来了,这几个女生都看到了,保卫科把他们都带了过来,其余几个女生,看到我哥来了,也有些脸红,支支吾吾,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厨演把我从办公室拉了出来,瞧瞧,怎么回事,看着厨演着急的样子, 我故作委屈,慢吞吞道,那几个女生不是旁观者,他们和那个为首的那个赵燕燕一块来卫生间读我的,说完还可怜巴巴看着厨演,厨演的眼神立马变得低沉起来,继续问,脸怎么这么红,受伤了吗? 我捂着脸,他们打了我几巴掌,不过我按着他的头往墙上砸,所有人都拦不住,所以去找了保卫科,说吧,我笑着问厨演,我厉不厉害,厨演看着我,眼里盛满了心疼, 小疯子,我的心像是被重击了一下,我不喜欢看厨演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是我很可怜,赵燕燕的爸妈也来了,一看自己的闺女额头破了皮,红肿肾血,立马指着我鼻子,哪家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下手这么重,我要报警,我要打官司,厨演脸一下就黑了起来,李生道,好了,报警,我有最好的律师,都成年了吧,校园霸凌,故意伤害该怎么判,打官司, 我奉陪到底,终于那几个女生见事太严重,说了原委,赵燕燕喜欢周琪,周琪天天围在我身边,所以他们想来厕所问我,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会闹到这个地步,厨演坐在椅子上,眼里流露出冷意,谁打了陈桥,没有人之声,厨演缓缓站起来,走在那几个女生前面,俯身问道,我再问一遍,谁打了陈桥, 赵燕燕看不下去了,压住巨翼,扯着嗓子道,我打了怎么,她就是不检点,她和几个男的都有关系,她就是贱人,我昨天还看见她进酒吧了,其实成年人进酒吧没什么,只是现在办公室里几乎都是老师和家长,自然而然地把我归类到不良少女异类,辅导员立马找到了话头,想摆老师的派头,跟你们这些女生强调过多少遍, 别去那些地方,我哥,酒吧是我开的,全场晋升了,厨演看了看赵燕燕,给律师打了一个电话,这里面只有一个女生小声说,自己没有打过我,她确实没有,站在旁边看情况不对,找了保卫科过来,厨演只是诞生道,专学吧,这家学校很多人都挤破脑袋想见验又临近毕业,她压抑着哭声,求辅导员,辅导员也摇了摇头,几天后,新闻报道了他们校园霸凌的消息, 同时,那几位女生的父母都收到了律师函,故意伤害外加诽谤污蔑,所要的赔偿金加起来高达百万,舆论发酵,临近毕业,他们被学校开除,又找不到新学校愿意接纳,只好来求厨演,厨演刚回来,接了电话,还是冷漠说道,不和解,我在楼下跟面前这一本危机分较劲,厨演松了领带,过来看我,在我身后责了一声,这好像是我的教材,我确实是找的 他的教材看,只是没想到他这本书上几乎也没有笔记,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我没好气到,哦,他的嗓音有香烟熏过后的沙哑,淡淡的,又有一些慵懒,要我教你吗? 我点了点头,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骨节分明的手拿着笔,眼神很认真,我发现,我不是不爱听老师讲课,像厨演说的,我就很爱听,快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厨演的眼睛有些倦意,有些发红,他突然问我,你喜欢周琪? 被我哥这么没来由地问了一句,我本来就不太清楚地脑子更加混沌了,周琪家里是书香世家,长得帅,修养好,很多女生都喜欢,嗯,我点了点头,厨演看起来似乎更加疲惫了,揉了揉眼,道,挺好的,你也到了该谈恋爱的年纪,哥,挺不好的,我只想跟你谈恋爱,但是我不敢说,我哥说完,拎起西装外套,揉了揉我的头,去睡觉吧, 就算是挂科了,你哥我也能养得起你,我顶着乱糟糟的头发,闷声道,你就不能怕我点好,有时候看见我哥萧索的背影,我突然觉得自己有时候确实太混账了,我朝他喊道,哥,你会养我一辈子吗? 出演爬楼梯的身形顿了顿,温柔又寂寥地回道,会,假的,我刚刚明明看到他的衣服领子上有口红印,而且他跟我讲微积分的时候,手机上一直有消息闪动,我连连抛出问题,心里哀求我哥不要去看手机,我总有一个感觉,他一旦拿起手机,眼里就没有我了,我怕他的温柔有时候又分给另一个人,于是我站起来,以一种小受抢食的心态跑上了楼梯,趁我哥不被 抢走了他正在回消息的手机,他见我跑得急,下意识伸手护住我,怕我从楼梯上摔下去,趁他没有防备,我把手机抢走了,他的眼神中闪过恶然,乖,还给我,我站在楼梯上,又往上面跨了几步,哥,我要零花钱,我哥眼里的错愕消失了些,站在楼梯下,有些宠溺,像是看药堂的小孩子一样,看我,这一次,我要五万,他抄起了手问我,这么多,我笑着说道, 嗯,谈恋爱,很花钱的,出演,你不会不知道吧,他眸色沉了沉,但还是没有多说什么,我看向了他的手机界面,第一个聊天的备注是,于婉音,好听的名字,头像应该是他自己,第一观感,好看的女人,好看又不媚俗,十分出调,那边发过来好几条消息,我没办法一一看全,只看到最后一条,明天要来我家里吗? 看得久了,出演皱了皱眉道,怎么,不记得付款密码了,对了,出演的支付密码是什么,好像还是我设置的,出演见我指尖微动,表情疑惑,随后说道,110106,对对对对,我怕出演发现我看了他的聊天记录,来不及回想为什么会是这个密码,立马用出演的手机给自己转了五万,再把手机还给他,他见我神色有些不对, 对,狐疑地看了看我,我刺个大牙,我先上欧,我还要跟我的周琪哥哥包电话周呢,我失魂落魄地冲进了自己房间,我哥,好像要有女朋友了,我又要没有家了,我哥送我去上学,让我好好学习,其他的不要多想,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笑着对我哥说,放心吧,哥哥,我有他了,我指了指,在校门口等我的,周琪 我故意让他在那里等我的,我哥只是淡淡道,考试别忘了代计算器,我哥只停了一瞬,就继续开车走了,以前他都是停在路口,看我走进校门,保安大叔过来喊,他才把车开走的,你看吧,我就说,有了女朋友就会忘记我,可是你昨天才说,你会养我一辈子的,我对周琪笑得灿烂,我们谈恋爱吧,他的眼眸很亮,亮得我有些不敢和他对视,和我哥不同,我哥看我的时候, 眼睛总是暗暗的,长长的睫毛,就那么垂着,无声的,静寂地看着我,复杂,又难懂,周琪就不一样,他想要什么,都写在脸上,现在,周琪站在我身边,想牵我的手,我肩上的包,顺势滑落在我手中,就那么自然的,隔开了周琪,想牵我的手,周琪也不灰心,只当是个插曲,笑着对我说,考完试,我们一起去吃饭,我答应了他,双手握紧我哥送我的包, 走进考场,考试的时候,我怎么也看不懂试卷上的题目,看着有些熟悉,甚至有些是厨演昨天跟我讲过的,只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越想越乱,我突然觉得试卷上的文字扑过来,想要砸我,我下意识用手,挡住,就像很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他从来都是手里有什么,顺势就往我身上砸,大多时候,他手里都是酒瓶, 突然间,我捂住头,尖叫求饶,抱头痛哭,监考老师和同学都被吓了一大跳,监考老师连忙走过来,将我扶着出了考场,我手里紧紧握住我哥送我的包,不住颤抖,到办公室后,我突然对围上来的老师们咧出一个笑,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做了噩梦,监考老师挂断了叫救护车的电话, 其他老师对我有点印象,有些头疼地看我,监考老师多少有些无语和不耐烦,那你还回考场吗?我看了一眼手表,不用了,考试还没有结束,只是我预约的餐厅快到时间了,意料之中地,我看见了厨演,我和周琦坐在了厨演和于婉音的旁桌,周琦见过厨演,所以有些讶异,你哥,我对厨演乖乖学生班进了个礼,然后笑着对周琦,说,太巧了吧, 这顿饭钱不用你出了,其实一点都不巧,在我用厨演手机给自己转账的时候,于婉音发来一个餐厅的位置,所以就这么恰好的,我也预约了这里,我哥穿着米色休闲西服,衬托出他精致的品味和优雅的气质,就像是金钱罐子里出生的贵公子,他本来就好看,但是现在像急了一只开瓶的花孔雀,我还是更喜欢他穿着围裙,给我做面条的样子,厨演修长地直接敲了敲桌面, 看着我,又看了看手机,对我挑眉,似乎在提醒我的考试时间还没有结束,我撒娇道,哥,人家不会做吗,你不是说要养我一辈子吗,我故意说给于婉音听的,他听我这样说,立马就明白过来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笑着说道,原来是妹妹啊,刚刚厨演还提起你了,是吗,我哥说我什么了, 我抓住话头,立马反问过去,厨演没有说话,看了看于婉音,对他摇头,于婉音没有说话,好看的眼睛里都是,你来猜猜,任谁看到了这幅画面,都会觉得是厨演在向他的红颜知己吐苦水,说我怎么作妖吧,如果不是这个,那有什么我听不了的,背后,区区我这个当事人,我发狠地切起来面前这块牛排, 刀叉在我手中捂得有些吓人,周琦连忙问我怎么了,周琦说,你哥不付钱没事,我有钱,你别生气,我更气了,周琦都看得出来我在生气,但是我哥看不出来,说是在旁桌,但也离得挺远的,所以我哥和于婉音压低了声线说话,我也听不到他们的内容,我只能看到我哥的表情,自在,惬意和放松,厨演很少有这么放松的时候,他总是把好看的眉头拧得很紧, 或许是感受到我炽热的目光,厨演谈眼扫了过来,我自觉没考完事就出来了,有些理亏,低下了头,低下头,又因为从进来后,厨演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又觉得有些委屈,牛排也不想吃了,周琦看我对牛排索然无味,就又点了几道小吃,跑去结账了,厨演和于婉音此时正往外走,我眼光追寻着他们,厨演手里拿着他的包,察觉到我跟着他们的目光,于婉音拍了拍厨厨演, 厨演的间,指了指我,我哥看着我,直直走了过来,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回家,我坐着发愣,周琦走了过来,我把你哥那桌饭钱也结了,嘿嘿,他笑着看我,一脸求我表扬的神情,我对他竖了一个大拇指,厨演,除了你,还有人来爱我,可是,我只要你来爱我,我和周琦去逛商场,看电影,逛夜市,他看起来好像很高兴, 我也想因为他的高兴而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只知道,厨演和于婉音一起走了,厨演去于婉音家了,我回到家,心里暗暗想,如果我回家的时候,只要厨演在,我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周琦和我道别,他看起来有些不舍,他张了张嘴,我以为他要亲我,后退了一步,可是他只是缓缓说了一句, 陈乔,你好像怎么都不高兴,他问我,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走进了电梯,他还是笑着对我挥手,明天见,我的女朋友,我哥呢,他也会这样对于婉音道别吗,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这次他会带口红叶回来吗,我走进了漆黑的家,没有开灯,只是叫着,哥,你在家的话,我就我边说边走,撞翻了什么我也不在意,要是你在家的话,我就不死了,可是,没有人家, 没有人回应我,就像很多年之前,一样,后爸打我的时候,我妈按住我挣扎的手,我妈发狠道,打死他这个白眼狼,具体因为什么原因挨打,我不记得了,挨打不需要理由,我哭喊得很大声,没有人回应我,我每天算着我哥回家的日子,他回来,会带我去吃汉堡,我也会少挨一些打,我现在,在空荡的屋子里边,走边说,哥,我饿了,还是没有人回应我,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铺天盖地,往我身上去,没有人回应我。 我身上砸,砸得很疼,头好像破了,可是那个人不停砸我,还有人拉住我想还击的手,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梦里的眼睛,那么好看,但是又那么疲惫,我猛地抱住他,厨演,我找不到你,我的声音嘶哑得可怕,我在那里找不到你,厨演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扶着给我喂水,我舍不得离开厨演的脸,喝水的时候也看着他,也意识到我在医院,我怎么了,感官恢复,我突然觉得 自己头有点疼,一摸,被包扎起来了,厨演就坐在病床上抱着我,抱了好久,过去了,都过去了,会好的,我的乔乔会好的,会好吗? 就算是洗澡的时候,刻意忽略手臂上被烟头烫伤的痕迹,就算是偶尔记忆力不好,就算是已经看不到脑袋的伤疤了,心里就没事了吗? 周琦赶了过来,厨演立马就放开了我,厨演给周琦解释道,他昨天没开灯,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医生说,有轻微脑震荡,我想了半天,周琦是谁,看到他还带着我昨天在夜市随手给他挑的手串之后,想了起来,这是我的男朋友啊,这时,于婉英在门口向里探了探,他怎么穿着医生的衣服,厨演把我送过来照顾他生意吗? 厨演走了过去,背对着我们,厨演啊,话说够了,就早点回来,不然,下次我不跳楼梯了,我要跳天台了,我看着厨演的背影才意识到,他没有换衣服,这样洁癖的人,看起来这样狼狈,不知道于婉英跟厨演说了什么,他进来的时候面色不大好,别啊,我昨天只是摔破了脑袋,别检查出来我得癌症了,我吃了一口厨演喂我的粥,算了我想了想,其实得癌症走得快也行, 别折磨我就行,我怕痛,至少别给我搁添麻烦,我给他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活着的时候,他为了我没少操心,死了,就别了吧,那时,我们还在老家,他瘦得像竹节,牵着我一步一步往家里走,我看着街头那家冒牌汉堡店走不动路,他给我点了一份儿童套餐,就静静地坐着看着我吃,我问他吃不吃,他咽了咽口水,然后摇头,那时候,他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别人回家是拿生活费的,我哥回来是拿生活费给那两个便宜爸妈的,那时候,他就在外面做家教养我们一家子了,快高考了,我哥回家的次数不多,我挨打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我想,或许我等不到我哥了,最后一次,我的脑袋血止不住地流,我看不清前方,看不见路,我也看不见厨演, 我只是模糊地记着,去厨房打开了煤气,我爸酣睡着,我也假装睡着了,睡着了就好了,后来,我哥深夜踹开了我的门,就这样,我们逃离了那个家,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他一遍一遍跟我道歉,我迷茫地看着他说,我们没有家了,他抱着我疯狂往医院跑,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哥,带你走,哥就是你的家,他的眼泪砸在了我的脸上, 我觉得很烫,身上的伤早就好了,但是心里的伤好像怎么也好不了,就像现在,我哥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疲惫,看起来像是一夜没睡,壶茶都长出来了,厨演喂我粥,我一口一口吃着,我哥血靠在门上看我们,看了好久,我哥看起来,惨白又无力,我不知道于婉音跟我哥说了什么,他看起来怎么比我这个伤患还要难受,本来是温馨的画面,赵怨怨来了,我都跟我哥, 说放过他们了,他还要怎么样,他站在门口,怯懦懦地往里面望了望,他没事就好,这是他的六级成绩单,我哥接了过来,问,不进去看看,赵怨怨摇了摇头,走了,我哥拿着成绩单走进来道,五百五十七,考得不错,那可是,不过比还是我差点,我哥在故意找话题,逗我,想错开我想问的问题,比如我想问,于婉音跟你说什么了,我出院的时候,看到了医院的公事来, 找了半天,于婉音的名字,终于在心理医生那一栏,看到了他,我哥交完费,就过来找我,侧身挡住我的视线,跟你的小男友走,还是跟我回家,我突然觉得周琪每次看我笑得春光满面得很烦,总觉得假惺惺的,于是,玩起我哥的手,道,当然是跟哥哥回家,我不想跟周琪玩了,周琪的笑容僵住,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可是没有关系,我有我哥就行,回到家,看见果住的桌角,收好的锐气,甚至连书脚都用海绵包裹住了,我问厨衍,我们家是有小孩吗? 厨衍刮了刮我的鼻子道,你不就是那个小孩,我摸了摸鼻子,是我头被摔了,还是我哥头被摔了? 我哥在厨房做饭,我看着他,仿佛又想起前几年,他带我走后,我们俩都过得很惨,他要忙着做家教,又要准备高考,高考结束后,他受得脸颊凹陷,抱着我说,瞧瞧,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刚上大学,他就不要命地赚钱,累积到第一桶金,他又不要命喝酒地拉投资,搞创业,他明明在外面那么不高兴,可是回到家,他都会一边教我做题,一边满目憧憬地跟我话, 买一栋别墅,又大又亮,还要有瞧瞧的书房,我那时候看到狭小压抑的出租屋,没有打醒我哥的美梦,初演看我不相信他的样子,摸了摸我的头,放心,跟着哥,以后的日子就是吃香的,喝辣的,我不想吃香的,喝辣的,我想跟初演说,你能不能每次回来早一点,我的头又开始疼了,为了照顾我这个伤员,我哥这几天硬是没有去公司,所有事情都是通过手机和电脑, 他每天最关心的是,我今天想吃什么,我面带愁容跟他说,哥,你别这样,你这样让我觉得我活不长了,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初演骂了我一句,又说,你哥我放年假,没有去马尔大夫,天天给你这个小祖宗做饭,别想东小西,今天吃小火锅,一起出去买菜,啊,愣着做什么,他一边换闲,一边催我,我突然觉得, 要是我和我哥一辈子单身就好了,我们一辈子都住在一起,我不动他,我忘了还有一门,没有节课,是赵愿愿通知我的,我回他,不去,可是第二天,我哥就送我去学校了,辅导员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我赖在我哥车上不肯走,他把我拉起来,放学接你回家,我顺势往他手上靠,再往他肩上靠,赖皮道,嗯,我不,他用一根手指撑开了我的头, 咳了咳,别玩赖,他看向车窗外,我顺着他的视线,也看向车窗外,是周琪,我尴尬地看了看我哥,下了车,下车前,我好像注意到我哥耳根有些红,他脚踩油门就走了,周琪想突然伸手往我脸上摸,我用手打开了,他也不恼,你脸怎么这么红,身体还是不舒服吗,我没理他,自顾自走了,他待在原地,像可怜巴巴的小狗,我突然想起了,他这样就好像小时候的自然, 自己站在路中间,看着妈妈的车越来越远,我叫了一声,周琪,帮我提包,我手酸,周琪立马就收起失落,屁颠屁颠跑上来了,听课的时候,我全程失神,所以我还要借助周琪来气我哥吗,首先,我哥没有生气,其次,我觉得自己招惹了一个麻烦,这时,赵燕燕看了看我,欲言又止,我给他发消息,有屁就放,他已读不回,我总觉得他要拉一坨大的,下课之后, 我干巴巴地站在校门口等我哥,过了好久,楚演才回我,临时有急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他又加了两句,我过两天就回来,记得吃药,这次我相信我哥,毕竟我也不能一直做吧,我照楚演说的,每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甚至还在好好上课,为了弥补周琪,我送给他一条项链,终于赵燕燕找到我说,让我离周琪远一点,我问他,你是不是又想打架? 周琪走了过来,他立马就不说话了,背着书包就走了,我是要和周琪提分手的,只是讨厌他来找我茶,第三天了,我哥还没有回来,我有些着急,虽然他每天都会问我一些日常的问题,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可是我总觉得他害怕我问他在干什么,终于,我找到了于婉音的手机号码,打电话过去,我哥在你那里吗?于婉音喘着粗气,声音黏腻,我心里的闲好像要断了,于婉音说, 没有,我不信,于婉音或许是怕我着急,发了一张男人的手的照片过来,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不是我哥,没有牙齿印,我头疼的时候,半夜发疯,我哥就把手伸到我嘴边,咬吧,乖,咬了就不疼了,终于我在医院找到了我哥, 还看到了一个我经常梦见的人,跟梦里醉酒的大汉不同,他现在看起来像是个可怜又无助的小老头,我发着抖,将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朝他扔过去,滚,滚开,离我哥远一点,手机,包,还有护士姐姐手上的病例本,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我哥用力抱住我,别砸,别, 我哥下意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哥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安慰我,一直拍着我的后背,小老头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表情里盛满了委屈和无助,可是之前明明我也是那么委屈无助地看着他,他没有放过我,楚衍抱着我说,他的孩子生病了,需要我,我愣愣地看着后爸,一脸茫然,为什么这样的人还有孩子,我还记得,楚衍带我走的那一天,抱了紧,我被咽了伤,后爸被送进去, 那一天,我哥抱着我说,以后我们是彼此唯一的家人,我信了,可是现在,后爸出狱了,还有一个女儿,我隔着病房的玻璃,看着那个五六岁像陶瓷娃娃一样的小孩子,躺在病床上,我又看了看楚衍,现在,他的家人,越来越多了,我转身就走了,楚衍出来追我,他拉着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孩子很可怜,先天白血病,是很可怜,后爸是人渣,但楚衍不是, 我哥永远都是心软的,好说话的,和不怕麻烦的,我跟楚衍说,那我等你回家,楚衍让我在家好好等我,楚衍找到了他的家人,我也要找我的家人,我上了车,就跟周琦发了消息,酒店见,周琦隔了好久才回复我,好,我还没有到酒店,就接到了赵燕燕的电话,他让我去酒吧,酒吧的声音很嘈杂,可是盖不住周琦炫耀的声音,你们看,我终于拿下了陈桥,来来来, 我赢了,说好的一人五千,他为了验证可信度,点开了我发的那家酒店定位,其他几个男的都发出吃笑,行,算你小子厉害,周琦道,陈桥看起来高冷,装得呗,我只需要略施小技,还不是干巴巴往我床上躺,赵燕燕站在我旁边,面色很难看,以后别相信他了,我也差点被他的外表骗,我拎起酒瓶,就往他身上砸,周琦,看见我,就像看到了鬼, 他一道,陈桥,我灌他毛病,伸手就扯我送给他的项链,这是用我哥的钱买的,他避之不及,见我发狠,他也发了狠,给了我一耳光,赵燕燕也加入混战,一边骂周琦畜生,一边想替我还那一耳光的仇,安保来了,混战结束,我们被送进了警察局,赵燕燕的家长来了, 一看自己闺女被打成那个样子,就扯着嗓子骂周琦,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赵燕燕扯了扯他爸的衣角,他爸爸才看到我,一下没忍住,你们俩不会又是因为他,赵燕燕小声说,不是,是我们俩合伙干他,出演也来了,他人还没有站稳,一脚先往周琦小腹踹去,他怒吼道,你他妈找死,两名警察才拉开了出演,警察问我和周琦什么关系, 我说道,前男女朋友关系,又问我和出演什么关系,我头也没抬得说,没有关系,确实是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在一张户口本上,甚至,我们连远房亲戚都不算,出演立马更正,我是他哥,我继续说道,他不是,出演看了看我,没说话了,周琦的父母一来,就向出演道歉,出演脸沉得几乎看不清五官,他们又向我道歉,让周琦跟我下跪,我转身就走了, 出演跟在我后面问我去哪儿,我说不知道,应该是找一个废弃了的工厂天台,跳下去吧,天桥人太多,我怕砸着人,出演一直跟在我后面,我停一步,他停一步,我走一步,他走一步,终于我走不动了,坐在了行人椅上,眼前就是僵,我想这也不错,也不用害怕砸着鱼儿,我问身后的出演,你说变成鱼儿好不好,不好,为什么,我怕你变成鱼之后,记忆只有七秒, 忘记你哥,我没有哥了,我也懒得说,终于我趴在江边,看了好久,也没看到鱼儿,出演,他的手臂死死缓住我,我也遍布了鱼儿,我跟着出演回了家,他给我喂了药,我睡了过去,半夜的时候我被凿定入脑的疼痛,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全身冒冷汗了,我好疼啊,出演,可是我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只能拿头撞墙, 企图缓解一点我的疼痛,出演来了,吓得要死,立马冲过来抱住我,我咬他,他也不躲,出演的肩膀被我咬出好多的血印,我又踢他,他死死地抱住我,不让我伤害自己,他承受着我的一切物理伤害,最后,他给于婉音打了电话,只是一针,我又睡过去了,最近,猝不及防的,我想起很多事情,比如我哥的支付密码, 是我们离开老家的第一天的日期,那天,我跟我哥说,我重生了,又比如,我很久之前就见过于婉音,那时候,他穿着白大褂,小小的我很害怕,可是越想起来,我的头越疼,有一天,我装睡过去,于婉音跟我哥说,什么病情加重之类的,可以把我送往国外更好的心理治疗团队,我才不要出国,出了国,出演才算是真正丢下我了,我装作病好了,能睡,能吃, 蹦蹦跳跳,我跟出演说,我不喜欢于婉音,我怕他抢走你,出演给我加了一块糖醋排骨,哄我,好,出演,你上当了,其实是我在哄你,他照顾了我,大半个月,一直没有怎么睡觉,这次我给他的汤里,掺杂了我的药,终于,出演终于拧着眉,睡下了,真好看啊,我没忍住轻轻亲了他的额头,睫毛和嘴唇,出演,我要变成鱼儿飞走了,我刚下车,就看到一大片警察在江边巡逻, 我问他们怎么了,一位警察上前说道,刚刚接到报案,这里或许会有人跳江,我愣了,猛然间回过头,出演正看着我眼眸心红,像疯了一样,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原来人睡着的时候,睫毛是不会颤抖的,我亲出演的时候,发现他睫毛抖得厉害,我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在发抖,所以带动他也在抖,我被出演关了起来,他把我锁在了床上,他为我吃饭,为我喝药,他后来没有办法了, 问我,你好起来好不好,他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在打转,我心疼他,我也想问自己能不能好起来,我总觉得不公平,凭什么别人摔碎了我,我要惩罚楚演呢,后来我不挣扎了,任凭楚演处置,我觉得我的身体越来越轻,但是眼皮却越来越重,最后楚演叫不行我,他叫我宝贝,亲我的额头,唤醒我,宝贝,喝药了,喝了,就不疼了, 我睁开眼,就看到了楚演好看的眼睛,只是眼睛里很疲惫,最后我握住他的首歌,让我出国吧,我放过你了,我放过楚演了,我还是舍不得折磨他,出国后,我被送到了一家私人疗养院,这里什么都很好,空气清新,食物健康,或许是因为我决定放过楚演了,也见接地放过了我自己, 我的头疼也慢慢好转了,里面很多的孩子跟我一样,受到了一些创伤,甚至有比我更加激进的,天天往嘴里塞刀片,我从最开始的默然,再跟着护士们一起去照顾那些小孩,我的英语很好,就好像英语是我的母语一样,至于英语是谁教的,我已经忘了,我和小孩们一起唱歌跳舞,看甄嬛传,一起溜出去骑马,喂歌,偷吃冰淇琳,我成了这里的孩子头头, 后来,疗养院里又来了一个中国人,他长得很好看,就是英语不好,我就充当了他的翻译官,我用中文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看着我,我弄丢了自己的爱人,我唏嘘道,那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没关系,我拍了拍他的间,这里有一家冰淇琳,很好吃,后来,我和那位中国人在国外结婚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他,那你那位爱人怎么办,他抱着我睡去,轻而又轻地说了句, 找到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银帝,弟弟发育过早,屋内常有闷哼声,我妈为了让我弟免于痛苦,与村里的拐子做了交易,这天,拐子扔下一个麻袋,我揭开麻袋,发现一群密密麻麻的灰兔子,弟弟十六岁便被我发现一样,我明里暗里告诉我妈,让他带弟弟去县上的医院看一看,可我妈却鄙夷地翻了个白眼,看什么看,那是你弟发育得早,我无奈,却也无计可施, 毕竟我妈宠溺弟弟不是一天两天,可我寒假回家发现,弟弟的性隐越发严重了,他之前只是在夜晚偷摸骚动,如今大白天便躲在卧室不出来,透过门,我也能听到似有似无的低音,妈,这样下去不行,我还是带弟弟去看看吧, 我妈听到后停下喂吐的动作,猛地推了我一下,袁立,这是你还想闹得人尽皆知吗,我踉跌两步跌倒,妈,我真不是那个意思,而我弟这时候边系裤子边从门里走出,袁立,别以为你上了两天,大学就说啥是啥了,妈都没说啥,你凭啥管我,他一副燕族的模样让我作偶, 从小我妈对我的态度非常奇怪,说她重男轻女,她供我上了大学,在生活费方面也没有克扣我,说她一是同人吧,她又溺爱弟弟,弟弟说什么就是什么,袁立,听姐的话去看看吧,袁立里都不理我,点起一根烟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而我从我妈的表情中,竟然看到了一丝满意,袁立终于长大了,我妈警告我不要再提去医院这件事,她说她有办法,当晚她就 叫来十里八村有名的拐子红旺,这红旺是拐卖人口的中间商,可她狡猾异常在警察局挤进挤出,我妈在红旺耳边低语几声后,红旺拍着胸膛说,袁家的,你放心,这事包我身上了,第二天,她便扛来一个巨大的麻袋,麻袋里的东西不断鼓动挣扎,红旺不悦地踢了一脚,随后搓着手谗媚地走向我妈,袁家的,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我妈点点头,放下手里的 兔子,随后在她的注视下,缓缓走进厨房,她手里拿着一个上了锁的木盒,从腰间解下钥匙,插进锁眼,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红旺焦急地跺脚,我妈横了她一个白眼,急什么,这兔匠能给你就不错了,我心中大惊,兔匠,我妈又开始做兔匠了,自打我爸去世后,我妈便开始将养殖场的鸡 全部换成了兔子,听村里人说,我妈做出的兔匠味道鲜美,不带一丝腥味,最重要的是,这兔匠可以让男人重振雄风 我爸在的时候也说过,我妈当年做的兔匠让村里的人赞不绝口,连年过五十的男人也能唤起渴望 只是和我爸结婚后,我妈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做兔匠了,怎么如今突然又做起了兔匠? 红旺迫不及待地搓搓手,她一把抢过我妈地区的兔匠,两口吞下肚中,眉眼间尽是满足,我妈将剩下的兔匠又锁住 红旺,我可告诉你,我做兔匠的事情要是传出去,你甭想再吃一点 我妈急言立色地对着红旺说,红旺当下点头答应,放心吧,原家的,以后你需要我再给你去找,只要有我一口就成 红旺吹着口哨离开,我不解得看着我妈,不过是一袋子兔子罢了,咋会劳动她? 我妈板着脸看着我,不该问的别问,我更摸不着头脑 还有阿妈,你怎么又做起兔匠了?我爸在的时候,咋求你都不做? 我妈一听到我爸,两个字,脸上瞬间浮现一丝怒气 老娘想做就做,你还想管老娘,还有别碰厨房的兔匠 说完,便怒气冲冲地将兔匠放回厨房 我心中实在有太多疑问,所以便想去村里的大槐树下逛逛 这大槐树我记得很有灵性,从小我许的愿望都能实现 我记得小时候,我想吃城里的麦当劳,在树下许了愿望 第二天,我妈就拎着塑料袋里的散碎残渣来给我吃 还有上了大学,我给大槐树许愿自己能有个新手机 第二天,我枕头底下就多了两千块钱 可等我走到大槐树下时,却发现树早已被人连根拔起 村里的二流子吊着当走向我 哟,这不是原家的大学生吗?怎么不上学了,回村和你妈一起做皮肉生意啊? 我听到这生气地拿起石头,朝二流子头上扔去 你再胡说小心,我打死你 二流子哈哈大笑,指向一旁抽烟打牌的我弟 这可是你弟自己说的 我听爸一把走上前拽住我弟的衣服 你在外面胡说什么,没想到我弟将我一把推倒 袁立,你管老子说什么呢?快滚回你的学校去 说着便和众人大摇大摆地走掉 临走时还转过身,将抽完的烟盒砸在我头上 旁边的胡婆颤微微地将我扶起 没事吧,丽丫头 我摇摇头,胡婆,这半年我家到底怎么了? 胡婆晃了晃脑袋,丽丫头,听婆婆的,快走吧 我皱了皱眉头,胡婆,你不说,我就不走 胡婆叹口气,对上我的眼神 你妈她,她是要惩罚村里所有人啊 听完胡婆的话,我心中更多了些不解 胡婆是看着我和我弟长大的 按理说,她不会在这世上骗我 可我还是不相信她口中的那个人是我妈 胡婆将一根红绳递给我 丽丫头,我知道你不信我的话 但是这根红绳你贴身留好 我怕你妈连你都不放过 说着便颤颤巍微微地离开 我拿起手中的红绳,不知所措 等回到家 我弟又开始心一轮地低吟 我不由地想起我妈做的兔匠 趁着天黑,我摸进了厨房 拿出装兔匠的盒子 奇怪的是,我非但没闻到他们所说的肉香 反而是闻到一阵腥臭味 我用手电筒打亮着锁眼 你在干什么? 手电筒和盒子一起吊在地上 我这才发现我妈冷着脸站在门口 我,我,不听我解释 我妈就一耳光扇在我脸上 我不是告诉你了别碰兔匠 你为什么不听?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在我记忆里,这是我妈第一次打我 我不理解 这兔匠到底有什么秘密 大晚上的吵什么吵 我弟穿着睡衣冲着我和我妈吼着 袁丽,不是让你给我拿兔匠过来 你磨磨叽叽什么呢 我和我妈的目光锁定 我弟,我妈立马换上了副笑脸 小智,是你想吃啊 我弟铁着脸 妈,你要是不想让我吃 我就不吃了 我妈立刻将盒子打开 盛了一小碗兔匠递给我 让让让,小丽快给你弟端过去 我在我妈的注视下走进我弟的房间 刚一进去 我弟就将兔匠包在一个塑料袋里 好吃好吃,这兔匠真的太好吃了 我弟将我拉在桌子旁边 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别出声,他在看 他,他是谁 我妈妈 窗外的人影一闪而逝 我弟喘着粗气 额头上出现细微的汗珠 姐,你听我的 快走 我弟的声音低沉 脸上皆是惊恐 与平日所见的样子大相径庭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不说我就去问咱妈 这两天发生的事太过离谱 我心中不由地生气 一丝不安 我弟看我起身 一把拽着我坐下 姐,咱妈是要惩罚村里所有人啊 我瞪大眼睛 我弟竟然和胡婆说出了一样的话 姐,这是你不用管了 就当是我报答她的养育之恩吧 我弟对上我的眼睛 毕竟我不是咱妈亲生的 我弟自嘲一声 他说 他早就从爸妈的争吵声中 知道自己的身世 他这么一说 我确实想起两年前确实有段时间 我妈对弟弟非常冷淡 可是过了没多久 我妈又继续宠溺弟弟 我便没当回事 那你又为什么装成这副模样 还有那兔匠 我弟的脸色骤变 那根本不是什么兔匠 而是人匠 确切地说 是用成熟男人心脏熬制的肉匠 我惊恐地瞪大双眼 我弟眼底更是流露出 一丝伤感 我只有装成这副模样 才能让他安心啊 我还是不信我弟说的话 不可能 一定是你搞错了 这兔匠 不过是最寻常不过的兔子肉罢了 我弟轻叹一口气 你要不信 你可以看看地窖 也可以去找找红旺 村里成年的男人 一大半都做成了兔匠 我紧闭嘴唇 谋坚尽是不可置信 我决定明天亲自验证一下 你放心 要是 要是真的和你说的一样 我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我摇摇晃晃地从弟弟房中离开 天亮 我看着在厨房忙前忙后的我妈始终开不了口 直到隔壁的二流子来找我妈讨要兔匠 我才逮到机会偷偷掀开地窖的盖子 只一眼 便让我的双手颤抖不已 尽管地窖里黑乎乎的一片 但我仍然能看到四散开的残碎骨头 那骨头长短不一 一眼就能看出 这根本就不是兔子的骨头 我忍住恶心 哆哆嗦嗦 将盖子还原 装作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从焊策出来 只见二流子放下筷子 亦复亦犹未尽的样子 阿姨 你做的兔匠真的是绝了 而我妈脸上的笑意格外诡异 彪子 明天你就满十八岁了吧 二流子清澈地眼神中 夹杂着一丝玩味 是啊 阿姨 明天我就是真正的男人了 我听到这 实在忍不住了 迅速跑出家门 弯下腰 开始干呕 这时 面前出现一张纸巾 我抬头一看 我弟正满是担忧地看着我 姐 你都看到了吧 快回学校去吧 别再回来了 我接过纸巾擦了擦嘴角 既然我发现了 就一定要阻止他 我弟眼眸接连闪烁了几下 那好吧 我有一个主意 我弟掏出口袋里的纸包 这是我从二流子手里要来的迷药 只要给他下了药 我们就跑出去报警 我捏着纸包 若有所思 我弟看出我的犹豫 眼中沾染了几分水汽 姐 你放心 这只是迷药 我轻叹口气 略略点头 等我弟走后 我垂头丧气地又来到原来大槐树的地方 我坐在地上 从怀里掏出红绳和纸包 发着呆 丫头 你这红绳可是有些来头 我侧着头 发现一个衣衫褴褴的独眼道士 炯炯有神地盯着我手里的红绳 我听后按捺不住心中的一问 哦 这红绳有什么问题吗 独眼道士眉眼透出一股怜悯 现在还没有 不过你要再带上一天 怕是真有问题了 我听后冷汗直流 可是我想不出狐婆害我的理由 独眼道士看出我的犹豫 不动声色地坐在我旁边 敲起二郎腿 你若是不信 大可继续戴着红绳 我咬紧牙关 揪着那根红绳 从小 我和弟弟的感情算不得亲密 他被父母捧在手心 对我也是呼来喝去 只有妈妈在爸爸死后 对我比之前好 想到这我心中 隐隐有了答案 晚上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饭桌前 妈妈亲切地夹起一块排骨 放在弟弟碗中 小智 你多吃点 你最近正在长身体 我弟抬起头 乖巧一笑 谢谢妈 对了妈 厨房是不是还有汤 我去端来吧 我妈宠溺地摸了摸弟弟的脑袋 让你解去就行了 你最近累着了 得多补补 说着二人的目光 齐刷刷看向我 尤其是弟弟 他的目光中 带着恳求与哀怨 好 我起身走向厨房 口袋里的纸包 已经被我捏烂了一脚 掏出的瞬间 一小半洒在了地上 正当我四处寻找扫帚 打算打扫干净时 不知从哪跑出的一只兔子 开始舔是地上的粉末 不过虚于 那只兔子便四脚朝天 倒在地上 我捂住嘴 惊恐地后退两步 那独眼道士说的竟然是真的 收拾好一切 我颤抖着手 将汤碗端上饭桌 怎么去这么久 真是墨迹 我妈白了我一眼 脸上尽是不满 我弟却亲手接过我手中的汤 亲自咬了一碗 递给我妈 好了妈 汤快凉了 你快喝吧 我妈瞬间眉开眼笑 还是小至乖 我妈将汤一眼而尽 余光中 弟弟嘴角的弧度微微翘起 下了毒药的汤 好喝吗 妈妈 我妈脸色骤变 你说什么 我弟站起身缓缓走向我 托你女儿的福 我才能借她的手成功下毒 我妈的抬眸瞪着我 袁立 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舔了舔嘴唇 紧张得不知所措 我弟却嚣张地将桌上的饭菜 全部扫落在地 一个贱人 你没听我说 她 你的亲女儿给你下了毒药 我妈的眼神 在我和我弟两人身上 来回游转 这么说 你都知道了 我妈冷静极了 她甚至可以一边说话 一边拿起纸巾 擦着被蚕子溅到的手 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爸妈是你杀的吗 也就这个蠢货 被蒙在鼓里 袁治 狠狠地将我按在椅子上 我妈冷笑一声 果然 你和你亲爹一个德行 一个孽畜 害死我的女儿 现在我就要替天行道 胡婆拄着拐杖 出现在门外 她皱巴巴的脸上 满是凶狠 完全没有上次所见的和善 外婆 你来了 袁治 眼里样出笑意 小步跑向胡婆 外 外婆 你和胡婆 竟然是 难道是 胡婆眼神复杂地 看着震惊不已的我 事到如今 我老婆子 就让你做个明白鬼 好歹也是看着你长大的 我妈在旁边摇摇头 不知在想些什么 脸上近视不屑 当年 我女儿和你爸两人有了感情 怀上了袁治 谁知这个孽畜嘴上 书放过他们两个 等袁治长到六岁时 竟然活生生地将二人杀死 做成所谓的兔将 说到这 胡婆眼圈红通通的 脸上的肉 也气得抖三抖 谁知我妈 仰头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真的没想过 放过这对 肩夫淫妇吗 她明明答应得很好 书会和这个贱人 断了关系 可还是背着我搞在一起 我给过他们机会 是他们不珍惜 胡婆将手中的拐杖 狠狠敲在地面 不管怎么说 那都是两条人命 你这孽畜 到现在仍不悔改 袁治 眼底爬上一层痛苦 我亲眼看见 你这个贱人 将我爸剁成肉泥 还说 等我成年后 也会做成兔将 要不然我也不会装成 这副恶心的样子 胡婆使劲 眨干眼里的湿润 拍了拍袁治的后背 袁治垂着的头 微微抬起 别和他们废话了外婆 胡婆阴着脸 点点头 拿出拐杖 在空中不知画着什么 突然 在我和我妈上方 出现一个巨大的光圈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我妈抬起手 轻轻一挥 光圈立马消失在我们面前 胡婆和袁治 面面相去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还会有法力 你不是喝了汤吗 袁治瞪大眼睛 手指向我 袁立 你根本没有下毒 对不对 我理了里额间的碎发 眼嘴轻笑 对啊 我根本没有下毒 在一开始 它出现异样的时候 我就略有怀疑 更何况 从小对你并不亲密 甚至有些冷淡的弟弟 突然变得十分亲近 且能在你面前 露出脆弱的那一面呢 后来那务实毒药而死的兔子 更是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袁治的神情变得癫狂 贱人 你竟然没有下毒 我妈眼神复杂地望了我一眼 躲在我后面 说完 她便率先出手 胡婆也不遑多让 二人就这样斗起了法 不过我妈 技高一筹 胡婆被打得连连 后退 看到这 袁治连忙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 笔划在我脖子前 给我助手 否则我就杀了她 我妈失神瞬间 胡婆手中的拐杖 正中她腹部 一瞬间 我好像看到了她的手 变成了槐树枝 我垂着的手微微攥紧 袁治 从小到大 我对你够好了 就算我妈有错 那我又有什么错 脖梗间 传来袁治急促地呼吸 你妈该死 你也该为她做的事 付出代价 听到这 我彻底寒心 我很轻松地 就从袁治的手中逃出 重重地将她扔在地上 我妈不是人类 我又是什么善类呢 胡婆眼见袁治受伤 连忙加快手上的动作 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你女儿可是被我寄了连命绳 我若是将那绳子扯断 她可就没命了 我妈怒目远睁地盯住胡婆 布满血丝的双眼 如同鬼魅般心红 哦 你说的是这根绳子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木盒 里面装的正是她之前 给我的那根红绳 胡婆鼻孔张开 恨恨地盯着我 你怎么知道绳子有问题 还懂用桃木盒压制 我心中轻叹一口气 幸好听那独眼道士的话了 当时那独眼道士给了我这个桃木盒 说这是唯一压制的方法 幸好 我信了她 我妈目光冰凉 无情 似乎要将二人的身体 翩翩肢解开来 好啊 一老一小 正好能做两罐兔酱呢 说着 两只手划为巨大的树叉 树叉又分叉成若干之叶 向胡婆和元智的面门袭去 胡婆大叫一声 不好 立刻跑向元智的方向 将元智护在身后 请客间 胡婆被树叉叉成了刺猬 尽管这样 胡婆仍然挣扎着 出声 小智 快 快跑 元智亮亮呛呛地爬起来 惊恐地向外跑去 可是我妈轻轻一挥手 四散开的树叉 就将元智绊倒在地 元智不断向后蠕动 嘴里连连求饶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不要被做成兔将 你已经杀了他了 你杀了他 就别杀我 还剩一口气的胡婆 听了这句话 微微闭上双眼 一滴泪缓缓滴落 妖精 你作孽太多 迟早会有报应的 胡婆话音刚落 一根拳头粗的直鸭 插进了他的腹部 致死 他都没闭上眼睛 元智见此 嘴角抽搐着 机械般地扭着头 妖精 妖精 我不要 不要死 我伸出手 拉着我妈的胳膊 他已经傻了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我妈 却将我的手 甩向一边 别以为你是我女儿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了 说吧 他手腕一翻 绿色的树叉 将元智包裹起来 怀树精 该收手了 独眼道士 穿着他那身 破旧的道袍 出现在门口 他手里举着一根蜡烛 不过轻轻一吹 包裹元智的树枝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掉在地上的元智 摔昏了过去 臭道士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妈两指微微并蒙 绿光从他的指尖冒出 独眼道士 嘴角微微上扬 你已经杀了 最有应得的人了 也够本了 别再毁了你女儿的夜报 我妈指尖的绿光 稍弱了弱 但很快 光感又更强烈 那又如何 不过是那个烂人的种 不如和我一起死了 独眼道士摇摇头 从怀中 掏出一个木葫芦 我妈见此脸 竟然白了几分 那独眼道士不过几招 我妈便重伤倒在地上 腰部以下 露出了树根 她被收到木葫芦里之前 眼神很是复杂地 看了我一眼 但仍旧一句话没说 独眼道士摇了摇木葫芦 好好修炼 别再作孽了 我急忙出声询问 道长 我妈她不会死吧 独眼道士憨笑着摇摇头 我一个抓鬼的 怎么管妖精的事 我木然地站在地上 不懂她说的这句话 她用木葫芦点了点我的脑袋 放心吧 不会死 她杀的人都不是好人 我震惊地瞪大双眼 也就是说 从始至终 我妈从来没有杀过无辜的人 独眼道士走了 袁志也疯了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回到这里了 槐树精视角 我是修行上千年的槐树精 我五百岁生日时 母亲说 只要我要守护着村里百姓一千年 且不伤人命便能成仙 当时的我胸有成竹 觉得还剩五百年而已 转瞬即逝 可是母亲忘了告诉我 不能动烦心 当我化为人形 女村里的大学生谈古论金时 穿着中山装的她让我第一次有了不想成仙的想法 她博学 面容秀气 却有着一双子叶寒心般的黑眸 她向我控诉日军的残暴 汪伟政府的无能 夸赞我善良 让人如沐春风 所以我们很快便有了肌肤之亲 她说她会回来娶我 和我生儿育女 我信了 可是我等来的却是日寇扫平了整个村庄 她匍匐在日军的脚下摇尾起连 她说泰君 那个女人我替您试过 滋味好得很 我也给过她机会 我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对无辜的村民 那里有她的父母兄弟 还有我 她却不屑一顾 说我天真 她只要活着就行 别人她管不了那么多了 她将和服递给我的时候 脸上满是讨好 她说 你要是把泰君伺候舒服了 可千万不要忘了我 好歹我们也做过一夜夫妻 就算泰君那方面不行 你也可以偷偷来找我 听到这些 我想我的先缘算是毁了 我杀了她带来的所有日军 包括她 她死之前求我 让我放过她 可是却反手将尖刀刺向了我 当她看到我腹部流出的绿枝时 惊恐万分 可我不会再给她第二次机会了 我亲手拨下了她的皮囊 将她挂在我心长出的枝丫上 这样 她就能日日陪着我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想我就这样过下去吧 对了我还将她的心脏熬成了肉酱 犯了错的人 心都是脏的 得好好熬一熬 有一天 我偶然发现这肉酱有奇效 也吐吃了这肉酱 竟然比平常多生了好几只 所以 我便萌生出了一条 图进天下复兴人的想法 反正我也背上了数条人命 不差这一条 春去秋来 村子里又有了新的生命 我装作逃难的妇人 不断向重男轻女 寻求刺激的男人销售肉酱 我对他们说 这是我祖传的兔匠 吃了能让男人的那方面异常凶猛 他们果然信了 事实也是 我的生意做得很好 当然 他们后续也都被我做成了新的兔匠 功效一次比一次厉害 直到有一天 一个男孩捏手捏脚地走向我 问我这兔匠 真的能让男人重振雄风吗 他想给他父亲吃 因为他命不久矣 想让父亲再生一个孩子 我被他的孝心打动 将兔匠免费给了他 并且用法力查过他的身体 他确实天生心脏残缺 所以 从那之后 我就偷偷用自己的道行 治愈他的病 用了足足一百天 才让他的病症彻底消失 我记得很清楚 病遇那一天 他刚满十八岁 他高兴地抱着我转圈圈 说镇上的大夫说他没病 他可以活下去了 也不用再麻烦我弟给他兔匠了 我当时很为他高兴 心中却也有失落 想着没借口再和他见面了 可是他却笨拙地拉着我的手 让我嫁给他 他说他喜欢我的善良 希望我能和他结婚 我想我这一次不会再选错了吧 所以我答应了 婚后他去镇上做工 而我在家中操持 日子过得很是幸福 结婚一年 我便怀了孕 他高兴极了 用一个月的工钱 给我打了条银手链 可当女儿咕咕坠地的时候 他的脸上出现了不悦 甚至恼怒 我这才知道他对儿子的执念有多深 可当时的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想只要我们感情好 总能改变他的 可现实总是重重地又扇了我一巴掌 他和村里的王寡妇被我捉肩在床 他跪在地上求我原谅 可我却敏锐地看到了他眼里的不耐烦 以及王寡妇不以为然的神情 碍于不足两岁的女儿 我还是原谅了他 他也发誓那是最后一次 若有下次必定死无全失 所以当他们二人密谋 修了我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将二人杀了 将六岁的原智 当成兔子养了起来 只是没想到 到底还是对他仁慈了 因为那个男人的关系 我对女儿的感情很是复杂 我恨那个男人 也恨自己 所以连带着对女儿也嫌恶起来 我在他面前刻意做出更宠溺原智的样子 他也乖巧 从不争抢什么 只是老是在我的真身面前许愿 罢了 一些俗物就偷偷给他吧 可是他大学回来 竟然知道了兔将的事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真正的样子 所以我打了他 事后我一直在后悔 明明出声斥责就行了 何必动手 所以意气之下 我连夜将洪旺这个拐卖人口的烂人 做成了兔将 又瞄准了玷污堂妹的标子 当原智站出来说他下毒的时候 我其实内心是释然的 我明白他的做法 也理解 可是他却与我站在一起 并没有指责我 为什么 我明明对他不好啊 我被独演到是收走的那一刻 其实有千言万语想告诉他 可是话到嘴边 却什么也说不出 算了 还是当个俗人吧 什么都不知道 挺好的